在清淨農場的周邊有大大小小的秀氣步道 而這次前往的天空步道 它是於106年5月落成開放的 整條步道沿著山石而見 緊淋台14甲線 在步道上就能遠眺美麗的中央山脈 但... 走在這個步道上都會晃 為什麼呢 這邊有一隻蜘蛛 前進天空步道它是踩剛垢高架的方式式座 由於地形的限制是踩單柱加到三角形的行樑結構 步道版面澆灌混淆 這很俏 曲線重 在結構設計的習慣裡 如果標示線重150人 其實並不代表超過這個人數就會垮落 它都有一定的安全系數 不過設計規設計 為了安全考量才會有總開放人數的限制 步道的結構柱就坐落於道路旁的山壁上 橋體鋼航梁的勾架則坐於柱上 你我們會注意到軌道路旁的雪 要在這樣的地形下施工屍屬不容易 在這樣的地形下施工屍屬不容易 布道橫跨於道路上方 meter 另一邊就是中央山脈 令人心曠神隱雅 有的地方会有外选的观景平台 但感觉支撑的斜感好细啊 不过这样的结构一定是经过计算的 至于感觉晃动只是舒适性的问题 应该还是安全的 在天空步道的北侧就是清津草原了 所以步道沿途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几只绵羊哦 飞飞冬冬的好可爱啊 清静的秀丽山巒令人非常放松 隔天一早上山武林 来到这里心占很多 美丽的高山草原 晚餐吃个小火锅 隔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啊 更多关于建筑日游生活 欢迎订阅分享按赞哟 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